中立兄弟現在換上是林育青來接替 打擊輪到是第七棒的方克偉 方克偉前置上來是一個三點方向的火滴球 遭到刺傷 雷昌現在沒有跑者 因為所有跑者都被林肺庭給清回來了 所以這也很罕見 因為如果說你看計分板的話 一大星牛隊安打只有一支 可是他得了六分 真的是相當罕見 一般來講應該是倒過來的紀律還比較高 而且失誤就這麼一次 當然計分板上沒有這個40球的紀錄 如果有的話就當然就很明顯 知道原因在哪裡 再來就是林肺庭 剛剛這一棒實在太具有殺傷力了 按照中華之邦官網顯示 這也是林肺庭在他職業生涯第一支的滿貫全雷打 同時也是他本季的第十支的全雷打 今年球季他的全雷打的產量也來到雙位數 對 主要是林肺庭他整個回擊的這個動作 做了一個大調整 就是球場打的一個回擊的軌跡 今年不意外就是會有很多選手在打擊方面呢 都會再創新高一紀錄 兩號球兩壞球一出局 壘上沒有跑者打擊的是第七棒的方克偉 這個球操防被捕 這個球操防被捕 隊友打擊的方克偉呢是遭到林肺庭的三陣 形成了兩出局 所以回擊的一個比較偏高 比較矩膩的位置 但回擊的這個球 回得有一點慢 林肺庭今年球季呢 只有過兩場的出賽 這是他本季的第三場的出賽 前兩場的出賽呢 投了局數也不算太長 僅投了1.1局 接下來打擊的輪道是第八棒的余夢熊 林肺庭在這場比賽之前 上一次呢 初代已經是4月1號的時候 這也不過是他本季的第三場出賽而已 然後來到二軍呢 則是有過9場的出賽 4場先發 5場後援 這個球主持人判定是好球敬蕾 打者並沒有出棒 變成兩好球一壞球 郭先生對林肺的一個很強烈的印象 對於他的這個只差球是非常犀利的 由於在這個昨天球季的時候 他本身喔 他這個訴求呢 是稍微有一點慢的喔 你要有好的一個這個只差球 一定要有快速的這個只球 最後三陣掉的打擊的余夢熊 結束了在三局下班異大的進攻 那異大呢 在這局一口氣拿下的6分 包含了林肺庭的Grain Slam 6比1呢 暫時取得領先 這個分差呢 主要還是來自於中信兄弟 投手喔 投太多的這個40球 現場看起來 與市場喔 應該是停得下來了 比賽目前來到是四局的下半 林肺庭呢 在前個半局呢 來接替張凱倫 前個半局倒投得相當不錯 連續投出了兩次的三陣 2012年的林肺庭加入了中華職棒兄弟相對 這是他的第五個球季 在職業生涯的前三個球季呢 2012 2013 2014 他都是中間兄弟相當仰賴的先發投手 而且前三個球季呢 也拿下了27勝的成績 去年他只出賽14場比賽 在 並不理想喔 1勝7敗防律5.47 那今年在這場比賽之前呢 他就只出賽兩場而已 提前落地 現在球出了新城的一個好球 一個壞球 打擊輪到第9棒的陳凱倫 不過 雖然現在分差是5分喔 不過 必須還要去注意到就是 伊達新城對目前的打擊表現 以安打之處來講是 完全是打表現的不好啦 只靠這個林維廷的這支全面打 所以整個比賽到目前為止呢 才進行到四組下半 然後往後的這個那麼長的局數喔 我想除了投手的這個穩定表現之外呢 還是要 還是要靠打擊 林維廷壞球 這個球結果回望落空 最後打擊的陳凱倫呢 是遭到了三陣形成一出局 這個內側喔 又靠身體的球完全是被吸引 接近眼睛的位置喔 吸引住他做一個揮擊 上來之後呢 連續投出了有三次的羅三陣 上來之後呢 對於這個球的判斷有些落差喔 統教練直接來提點一下 達基倫到第一棒的胡金龍 胡金龍前兩上來都獲得了四塊球 想用變化球來搶好球 是不是這個球並沒有掉落下來喔 穩定後方的界外 那捷克半局一大單局呢 獲得了五個四次球 聯盟記錄單局最多四次球 應該是六次 一好一壞一出局 壘上沒有跑者 在四局的後半一大的進攻 前場比賽胡金龍四個打輸沒有安打 終止的近期連續九場比賽 有安打的紀錄 要求兩塊球 我想投出一個右球 這個球壓得過低 平線落地 這個球燒進了好球袋 這個球就投得非常刁鑽 現在球速變成了兩好球兩敗球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1點方向的界外 通常在兩好球之後呢 投出比較偏外的球 當然打者並沒有把握能夠判斷好與壞 所以必須直接要先破壞掉 螃蟹球是林育青 還有像中醫一大犀牛的沈育傑 還有像之前李居冠 他們的擅長的球路 這個球提前落地 現在變成了兩好三壞 有些人 有些人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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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宝罗空 结果最后打击的胡金龙 是遭到了三阵 这个变黄球就投得相当的不错 相当的精彩 而且这个竖差 八卦凋落的角度是非常的大 一个变速球 所以等于是没有掉中这只螃蟹 现在变成了两出局 林玉清上来之后已经是 连投了4K了 对 现在打击轮到第二棒的张建敏 这个球是一个好球进门 而且我们也看到林玉清上来 他并不会做任何闪度 除非是这个好球速领先的情况下 他才会做一些 投一些策略性的一个坏球 这个球让打者是再度的挥棒落空 两好球没有坏球 整个球投出来 这个直球跟变速球 他是在一个同一个轨迹上 所以让打者难以做一个判断 所以刚刚中英兄弟 这个三磊这边的球迷也蛮好玩的 这个分数上是1比6落后 而且还有一个不小的差距 但是中英兄弟这边好像看到林玉清 仿佛看到秀世祖一样 所以投好球之后还很大声 确实 当然球迷也看到跟前面两位 这个投手都不要差太多了 两好球一坏球 变低的坏球现在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 这就是第二棒的火哥张建民 张建民前场上来一次被三阵 另外一次则是成功的牺牲觸击 这一棒打成了在三连方向的界外 包含快速直球呢 也相当有这个压迫性 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二连方向的界外 方向的滚地二雷手把球给拦截住之后 全往一雷 把打击的张建民给刺杀 在这个半局林玉清 乃佛投出了三上三下 还包含了两阵多三阵 游几手找不到球 二雷手也找不到 这是之前胡金龙感觉是会受到下雨的影响 还是灯光的影响 对 因为他要接球之前 球要接近手他之前 他不敢眨眼 所以必须要撑住 所以这个一定有递到他的眼睛里面 黄一辉 现在球出了形成了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再来看刚刚林哲轩 比时间 二雷手 二雷手林慧婷 就赶快闪开了 免得影响到林哲轩 他的队友来接 是 真的是 手备方法非常的广 你说他这个掉下场很大 本来后方的界外 尽量上来都获得的保送 有道累成功也会来得分 面对的则是林玉琴 林玉琴到目前为止 当然投得相当出色 一点二局面对五位打者 投出了有四次的夺三阵 还有制造了一个内野滚地球 是 他从上来以后 真的是完全跟打者做对决 并不闪躲 尽量能够讲好球术 这棒捞起来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 结果落地形的一战打 绕过一壘之后呢 要继续冲二壘 这个球做回传 一个弹跳在这里 成本四 林哲轩最后还是飞扑的上到二壘 这个二壘打 跟他之前的一个倒壘 非常的类似 就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是手到 就是他的脚线倒 郑套龙这个回传也算是很快 对 这个速度 很远就扑了 对 速度要够快 所以扑的这个距离才会够长 所以现在中立兄弟要提出的是挑战 挑战二壘神 关于林哲轩的这个判决 这两个都屡美了 在讨论些什么 是关于这个前个半局守卫那个case吗 还是什么样的情形 中立兄弟现在是提出挑战 那这一只安打呢 是义大姓牛顿的在奔赳比赛的第二只安打 不过从先前的画面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接近的 难怪这个吴总啊 他要做这个挑战 好看起来已经有一个答案 好所以是挑战失败 那林哲轩呢是二雷安打 上到德典圈其实很远就扑了 对 应该是在这里这个角度是比较清楚 那在这里手已经是先滑进了蕾包 在这里滑进蕾包手套呢才下来做tag 而且在做tag的时候并没有tag到这个李哲轩 刚好在两手之间 这也是林哲轩呢上来被打的第一只的安打 现在打击文到第四棒的林哲轩 变高的坏九 现在是微处局二壘上有跑者 林哲轩前两上来一次呢是双杀打 另外一次呢则是获得四外九保送 回来得到一分 二壘上有敲出长打的林哲轩 回报落空 现在球数的变成了一个好举一个坏球 虽然前面被林哲轩急速安打 而且现在面对的是林哲轩 但是还是不会计 林哲轩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前两场比赛 三月二十七号对一大后援投了一局 失掉了一分 另外一场比赛对统一 只投了五个人次 失掉了四分 接下来到今天之前呢 就没有在乙军出赛过 如果说假设他能够复活的话 或是这个奶茶能够回甘的话 这对东西兄弟的投手就有很大的帮助 不错 不过今天一上来就表现的是不错 后方的接外 这毕竟是四月一号之后的第一场比赛 所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场次的来 去观察他整体的状况 来到球一坏球 无人出局二壘上有林哲轩 打击的则是第四棒的林一泉 一坚落地 现在球出的变成了两坏球 用变化球 这个球太明显了 所以引不出林一泉的背景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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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棒把球打成了上看台的界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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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一拳 この大戏是跟张凯倫 纠纏了十个球 最后是获得四外球保诵 现在面对林育青 下一个球也是第七个球 这两个大戏消耗了投手蛮多的用手水 而且都是用破坏的一个方式 一直急出这个界外球 但这个投手越投越有压力 这个球捞起来 打成了一个内野的飞球 没有打好 三垒的上空 结果蒋志杰在街外区 把这个飞球给尖杀 形成了一出局 最后用比较压低的变化球 去压制掉的这个林毅全 最后还是用他比较拿手的 比较压低的变速球 现在是形成了一出局 打击轮到第五棒的高国辉 这辆上来有一次是遭到三阵 另外一层则是获得四外球保送 回来得到一分 目前二脸上有跑者林泽轩 通俊兄弟牛鹏 持续有投手在做热身 先把投手因为只投了二点一局 然后接近的张凯伦 投了四个人次 没有解决掉任何一个人 所以势必要采取投手的车轮战 对 而且还要观察林毅全呢 他的这个续航力到底是如何 所以当然牛鹏还是要随时准备投手 第二球判定是坏球 现在球出的别人没有好球 两个坏球 比较好奇的是后面那个 baby婴儿有没有被大意给吓到 还是其实并没有 已经算是奇怪了 打击的是第五棒的高国辉 回保罗空 今天林毅的快速直球也都 只是接近140公里 不过对于面对打者 他的压制能力还算不错 投手在投球都很专注 应该不至于影响到投手 现在球数是一个 两个坏球一出局 二点上有跑准 变内侧的坏球 变成了一好三坏 因为出局二垒有跑者 对投手来说并不立 目前一好三坏 五局的下半 一大犀牛出场球队的进攻 目前在二垒上有跑者林哲轩 一出局打击的则是第五棒的高国辉 打了一个高球 本来后方的接外 非常坚持的一个策略 空气策略一好三坏 就是要积极挥棒 虽然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 还是做一个完全挥挤 从位置来看 看起来不挥应该就是四外九保送 对 打者还是出棒了 两好三坏 下一棒的僵尸轮到 先上来打击 出现满罐炮的林哲婷 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一出局 现在二垒上有跑者五局的后半 一大的进攻 这个球拉回来三垒方向的接外 相当稳定 虽然是满球数 投了一个变速球 三阵投的也多了 所以林玉清目前的用球数也来到了四十四个球 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一出局 二垒上有跑者五局的后半 一大的进攻 这场比赛双方目前都是在第三局有得分 三局上中益兄弟 藉由对方的手背十五攻下了一分 下个半局一大犀牛呢 则是单局五次四死球 再加上林威廷的满罐炮 攻下了六分 晋级中益兄弟的投手群呢也 常有被对方制造大局这样的一个情形 上周对统一7-11 7-11师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 对 这个有时候往往让教练团无法去 去遇到到的 就单级突然崩盘 分类后方的接外 下一个球也将是投打对决的第八个球 两好三坏的满球数理 二脸上林哲萱打着的则是高国辉 又是接外球 这场比赛是下半球继双方第九次的交手 全年度则是第二十九次的对决 满球数理出局二脸上有跑者 好结果最后是形成了四块球保送 奖励用个变化球去调高国辉 把这个球是很明显的坏球 跟投手一共熬战了九个球 最后高国辉是获得了四十球上蕾 这个四块球也是林玉清 上来两局多 所投出来的第一个四块球保送 接下来打击要轮到是第六棒的林威廷 她是目前一大能够领先五分的最大关键 三局下半的时候的一支满贯泡石破天井 想用变化球的话来去抢好球数 也没有成功了球都是偏高的 二点上有林哲轩 一点上的哲戏友高国辉 林卫廷前掌上来除了一支满贯泡之外 她第一个打球的时候当时是获得了出身球 赛前她进五场比赛十九个打数当中 也出身的有九支单挡 回报落空 这个跟她前一次在结束阀光球中的策略是一样的 一个球选掉了 第二个球就是要做全力挥击的 就是要抓投手势必要投好球这样的一个策略 一支满贯泡 茶榜贵母在记好球一个 目前球数呢是变成了两好球一坏球 那林卫廷今天的快速之球是表现得都还理想 球数上呢现在是头部手取得领先 没有球一坏球一出局 一二里上有跑者 回报落空 结果最后打击的林卫廷呢是遭到了三阵 这个直球的速度来到一百四十公里 看到不一样的林玉清 那这个快速直球 也只不过是在一百四十公里左右而已 但是面对一大西流队的这些打线 都有她的一个压制效果 今天直球的位置其实蛮漂亮 这也是她上来之后呢 所投出来的第五K了 接下来打架轮到第七棒的方克伟 现在还是一二里上有跑者 二里上的是林哲轩 一里上的则是高国辉 这种球宵敬的好球带 用变化球强好球速啊 跟之前前一棒面对林卫廷 稍微做一个调整 把这个球稍微压併了 就投进好球带了 目前看起来直球螃蟹球曲球的运用上 目前她做得蛮成功的 二点上林哲轩一点上的则是高国辉 那这局一大西流队呢 有机会的再添分数 追打这个外角球挥棒落空 还是用应用他的这个拿手的变蝟球 球上又是投手取得领先两号 就没有坏球 这个球出棒打着了半天后方的阶外 另外在一大这边呢 牛蒙的投手持续在做准备 也不排除林正贤投完五局之后 会有其他中级后援投手 来接手 我想这是一个 调图上的一个策略 五分差 如果保住胜果的话 必须要靠这个中级投手 做一个接力 虽然他在先五局的用球数 也还算少了 只是因为这是他的第二次先发 这球位置不错 但主持人判定是坏球 两号球一坏球 侧流性的一个投球 这边是两出局 一二脸上有跑者 二脸上的是林哲轩 一脸上的则是高国辉 打击的则是第七棒的方克伟 方克伟今天先发捕手 前脚上来一次是被三阵 另外一次 扶着三壘方向的滚地 唯一保罗棚 结果最后打者是 遭到投手的三阵 结束了在五局下半 一大犀牛队的进攻 目前林玉清在这场比赛 二点二局投球没有失分 进攻 出庭吧 永远坞